因为这里面的话会牵涉到很多的样子,就是上面的程式 所以我这边有帮各位做一个截图的动作,给各位稍微比较清楚,像刚刚那个 比如说Home这个返环,这边有这个,其实你可以啦,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 返回这个按钮的话,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边只要找到这两个,另外的话,刚刚的这一个,实际上就加到这边来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 效果就在这边程式嘛 那我建议各位慢慢养成习惯,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sauce 很乱 对,所以你可以自己换行 把那个结构做出来 达到你比较比较容易观看的这个 这个这个效果,你会发现就很清楚了 ID 有没有 Data role Data insert Data filter Filter placeholder 有没有 这几个 加上去,效果就出来了 有没有 OK,所以这里的话提供一个参考 因为书上面就 给的东西其实参考有限 那有的时候 当然你要把这些通通都做正确 很不容易 所以 需要一个参考,那我把这个画面截图下来 那这个有没有 Netbar 第1个是什么 第2个 第3个怎么做出来的 细节的部分 除了 出上面的讲义里面的东西之外,我有帮各位做截图的动作 这边也是一样 这4个怎么做出来的 底下这2个怎么做出来的 因为这个update 没有update 所以 里面没有文字 只要做2个 这个class是那个 CSS 前面也讲过 如果你们忘记 CSS怎么做 请各位回头再看一下 或者 回家再看一下影片 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OK 大概会有这些画面 提供给各位参考 一些细节部分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 在返环这边有个打卡 打卡按下去 这个地方会有个什么 表单 有没有 可以让我们在这边做一个 怎么呢 输入的动作 那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区块 这个是一个区块 他这个做法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区块一个区块 可以去掉没关系 然后 上面的名称 其实也不一定 Label 那这里当然前面我没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 回头可以再参 参考一下我们前面 还有印象吗 在应该是在 哪一个呢 我印象中是在这个吧 第10的这个 里面 我们好像就有做过类似东西 有没有 请输入地标 地标输入上去 如果你要做一个类似的 参考这个就知道了 那这边怎么做的 基本上这个东西 主要一定是会有一个什么 Input Type 叫Test 所谓Test就是说它一定是文字方块 这边注意 然后呢 它的Name 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的名称 叫 Test Input 不过这个Name 效用好像不大 好像这个地方可有可无 这个再看一下 ID很重要 因为这里面输入东西 我会从ID里面去取的 所以叫TSData 然后Value的话就预设值 那边 是